12月27日网站Actualite消息称,刚果民主共和国警方用催泪瓦斯驱散了在该国东部贝尼市的集会人群,后者被一些地区更改总统选举日期表示抗议。 此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选举委员会CENI表示定于12月3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在该国东部北极五省的贝尼市和布藤博市,以及在东南部马一恩东北省的部分选区被推迟至2019年3月举行聚席,抗议者12月27日早上聚集在城市的街道上几十名警察监控遵守安全的情况。 去网站消息城市里,听到羌生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此前曾正式宣布,该国的总统选举将于12月30日,而不是早前计划的12月23日举行。 该委员会主席科尔内因纳安加席宣布,大选年期的原因在于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法将选票和证明文件及时送达投票站。 目前该国总统选举共有21名候选人,现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自2001年起就任。 无权参加第三次连任选举他的官方继承人,是前内政部长埃玛纽埃尔拉玛扎尼沙达里。 编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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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äde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